大家好 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五的盘前 我们继续跟进市场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会员去观看更多视频 我们先跟进一条特斯拉的最新情况 说产量翻倍 特斯拉柏林工厂计划扩建 年产能增至100万辆 那这个呢 对特斯拉在消息面上是利好哈 特斯拉公司日前向 德国的超级工厂呢 申请了扩建 该申请涉及对现有工厂场地的改造和扩展 据美国电动汽车新闻网站 周四3月16号的报道 特斯拉已经提交了一份初步的申请 计划对柏林超级工厂进行扩建 扩建后年产量将达到100万辆 约为目前的两倍 产量是逐步提高的 目前柏林工厂只生产model y的车型 特斯拉的最初目标是到2022年底 前呢 在柏林超级工厂实现每周生产5000辆model y 不过自去年以来 在全球供应链危机持续的背景下 这一目标显得过于雄心勃勃 去年末 特斯拉宣布 柏林超级工厂实现每周3000辆model y车型的产量 上个月特斯拉证实 该工厂已成功将周产量提高到4000辆 预计每周5000辆的目标将很快实现 与此同时 该公司已在寻求扩建柏林超级工厂 特斯拉方面称 目前已向环境办公室提交了变更申请 即未来将年产能从50万辆提高到100万辆的计划 需要一提的是目前该工厂尚未达到每年50万辆的生产能力 用水方面存在争议 自柏林超级工厂建设以来 其用水量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批评人士认为该工厂已威胁到居民供水 不仅用水砍伐森林也是一大问题 特斯拉CEO马斯克在早期参观柏林工厂时承诺 将尽其所能减少和优化其用水量 他还称将尽可能多的回收废水 面对来自环保组织的压力 特斯拉需要确保在其扩张申请中解决这一问题 这家汽车制造商声称 特斯拉已经优化了计划和生产流程 使得之前合同约定的水量足以满足这次扩建 特斯拉与环保人士的争论 预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不过在当地政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 外界预计其扩建计划还是能够被推进的 好啊 这个是一个大的利好消息哈 因为产能啊 这个扩建到一百万两啊 非常大 好 我们继续看大盘的表现 标普500指数期货微涨0.1%左右啊 我们看到一根小的阳线 那么经过了五个交易日的博弈之后呢 多头暂时的回归哈 多头暂时的回归 那么接下来呢 仍旧有可能会给出一些震荡行情哈 因为在日线图方面呢 我们看到上方的阻力还是有的 对吧 而且呢 多头也不想一下子就一直直勾勾的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大家看 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横盘博弈之后呢 多头啊 略微的冒上来 但是我们看到上方这些啊 之前的这些顶点啊 这些波段的高点都构成对当前的阻力 那因此说呢 多头应该一步一驱的去跟进就可以了 啊 那对于多头来说 当前的点位并不是十分悲观哈 应该说啊 是小乐观 小乐观的点位 对吧 那后续呢 我们要提防啊 他对这根下跌小趋势线突破之后的一个 往下踩一下 再弹起来这种可能性就可以了 好 这是标普 那我觉得呢 接下来多头啊 至少是小波段还要再继续啊 好 我们看一下纳指 纳指期货也是零涨啊 零涨 那么当前呢 他也是 到了一个典型的阻力区哈 那这个阻力区 再加上啊 咱们数这个阳性哈 1234 那今天是第五根 如果再给的话 那所以呢 我是觉得有可能在这里稍市震荡一下啊 那对于日内交易者呢 他们有可能去布局一个日内的超短线的空单 那对于多头来说呢 暂时还不构成我们彻底立场的点位 因此呢 我们应该继续观察多头啊 的一个抄底 或者说继续加仓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今天仅仅是一个日内下落的可能性 对吧 还不构成一个超级大反转往下啊 所以多头目前还是在的 好 这个是 那有一部分交易说 说不行啊 后续我有点心理压力 那你说明仓位还是比较重啊 那么仓位适当减轻一些 我指的是多头 我是觉得 呃 现在多头 还 这个叫火力正盛哈 啊 所以啊 不能说啊 空头啊 要强力回归 还没有看到空头强力的迹象 我们看一下中小盘 罗素 罗素期货呢 盘前是微微的波动 那他也是经过了几个交易日的博弈 我们在日线图上可以感受到 这是一个双重底的架构 微微起来 再微起来 这是一个双重底 那多头呢 有理由去尝试做多啊 有理由去尝试做多 好吧啊 这个是他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啊 你会看到 哎 四小时图在局部下跌趋势线附近 是不是有突破的迹象 那因此呢 多头应该进场做多啊 进场做多 嗯 好 小盘古 小盘古悲观吗 不悲观啊 就是他比较活跃哈 反倒啊 在这种市场里呢 呃 他的盈利性会较好啊 就是说你去做 呃 这样的多头波段 或者是未来可能的空头波段的话 盈利性都还可以 对不对 呃 反倒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图 呃 多头啊 力度相对较弱一些啊 比如说标普 所以呃 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些短线的机会 好 我们看一下传统的 道琼斯指数啊 那道琼斯呢 也和罗素有些相像啊 但考虑到他之前这种横盘机的这种状状态还是有过 所以呢啊 比这个小盘古要重一些啊 就是说传统古本身都是大的 对吧 大中盘的古比较多啊 那么小盘古肯定比较轻啊 所以短线资金呢 都愿意拉一个高高或者是砸一个深深啊 那这样的话啊 对于传统古来说呢 他没有那么大力度啊 所以我们看到啊 近期是基本横盘 这个图呢 如果你要去做多的话 最尽量等待下跌趋势线的右侧吧 好吗 因为他这个地方还构成了一个典型的阻力区啊 所以做他呢 不是太合算了 感觉 目前来说 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啊 传统古 好 这就是大盘的表现 那等你来说呢 大盘经过了联系几个交易日的止跌 或者是拉升之后啊 特别是纳指 大家要注意短线回落的可能性啊 短线回落的可能性 那对于纳指 我要特别叮嘱一点 就是在这个位置呢 实际上是一个支撑区啊 那么后续看看能不能再落下来啊 如果过于强势的话 很显然就是有可能就是踩一下 迅速的就拉起 那说明多头相当的强势 对吧 多头也不要一直追高哈 注意 那么之前我们啊 在这附近啊 开始做多了吧 在这突破之后啊 回踩之后再做多了吧 现在再去追高 有点问题啊 那么应该等待一个回落 再止跌的时候 你再进会好一点 说万一啊 他一直直过过上涨呢 也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 那怎么办 你就只能等下一波的一个典型的回撤啊 再去做啊 追高的话 很有可能有时候 有人被套哈 好 这是大盘的一个处理 我们能看一下原油 原油今天样物时段 给出了一个上涨啊 上涨百分之1.30 我们看到日线图是比较漂亮的阳线 经过了持续的暴跌之后呢 终于啊 有所反弹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空头不愿意去追空哈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应该做多啊 应该做多 做一个短线多 日内短线多 嗯 双重底 哎 走起 对吧 走一走 好 这是原油 黄金 黄金今天压物时段是微涨 百分之0.5左右 我们看到日线图呢 实际上啊 是一根小阳线啊 说为什么空头那么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啊 那么如果在这做空的话 实际上是挂突破单做空啊 那么应该打过止损 说他有没有可能在这再震一震 有啊 有 所以黄金呢 他走完一些强趋势之后呢 有可能先横盘一下 当然也有可能就去涨啊 所以我们对于黄金永远是尊重的 他是概率性比较强的一个标的 好吧 这个图怎么办 这个图做空的话 你只能等一根小阴线再做一个日内的短空啊 那么现在去追高的话 我感觉追高的话 止损就得小一点才能去追啊 就提防他向左侧这种啊 就这儿反反复复震荡啊 这种情况啊 这日内交易者需要处理的风险 那如果接下来这是个阴线 应该做一个啊 或者是带上一线的K线 应该做一个啊 做一个日内短线空会略微好一点啊 有可能在这里震一震 说他不震呢 继续暴拉呢 嗯 啊 那空头最得止损啊 对吧 那多头呢 应该继续去做多 好 好 我们啊 黄金就这么说啊 你看黄金之前这些K线 也有好多重叠K线啊 所以日内交易者无所谓 涨二跌啊 他就做一些日内超短线 好 好 我们说一些重要的标的的细节啊 那么对于啊 SOXL来说呢 我相信空头呢 已经见识到了啊 对于领长行业 不能啊 做前空啊 啊 因为给空头的空间呢 啊 都比较窄啊 因此不是特别值得去做 我们啊 之前网友做的 那是因为他有其他的交易逻辑啊 那么对于当前的技术位来说 我们在日线图上看到 SOXL实际上是一个强势突破 那看今天能不能啊 稍微给一个啊 下踩 然后啊 弹起来 对吧 再去做多会更好一些 那如果能经得住一些回撤的话 说明仓位比较合理 后续呢 我们再去挖掘这一波50%的利润 把这一节50% 第五浪 抓到就 再再讨论啊 再讨论啊 因为龙头股呢 你也不能去猜顶啊 对吧 所以我们啊 就 呃 相对中性 偏乐观的啊 去看待这个图就可以了 那么在微观上 我们啊 把这个U的关上 微观上四眼图 其实挺漂亮的 对吧 你看这就是个横盘突破 可能啊 到这里稍微横盘一下 再去长起来会更好啊 好 这是SOXL 怎么样 非常漂亮吧 这图 好 我们看一下TQQQ TQQQ呢 他比我们的呃 这个纳斯达克指数要深一点 因为他啊 放大了倍数啊 所以幅度相对大一点 但是呢 我们啊 之前给出的思路是什么来着啊 是还是要等待第二浪啊 注意我们原来定义啊 这个我们的纳指 他其实是B浪啊 就是第一大浪 第二大浪 对吧 第二大浪呢 目前确实是强势的指低了啊 我们看 哎 对吧 好 那这样的话应该做多吧 说追高不好 所以说今天看看能不能稍微回踩一下 然后再止跌再进 当然有时候就直勾勾的上去来 这也有可能 为什么 你看之前这也直勾勾下跌吗 他根本就不跟你反向的进场的机会啊 他就让你直接进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多头相当强势的表现 说我们贸然的去看强空是不可以的啊 像有些啊 交易者还是比较担心啊 市场没走多 那实际上我们上一波更危险 这一波只不过叠加了一个基本面啊 或者是叫黑天鹅事件 让大家比较恐慌 更为谨慎了而已 对吧 但是啊技术面上呢 仍旧是多头 仍旧是多头啊 所以多头啊 大家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信心啊 不要完全的没有信心 那一旦走起来也不得了的 对吧 这种图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啊 有信心 我们看一下中概股的B站 啊 那对于中概股呢 我们一向是还是比较中性的啊 那甚至有一部分交易者 还是中性偏悲观的啊 主要还是政治因素的考量 那对于这个图来说 在技术位上 我们一直在跟进它 哎 头肩底的架构像不像 那么近期确实走出了我们的路径 突破回踩再拉上再止跌 那么这样的话 只能去布局多单 布局多单 那么一旦涨起来 中概股也是相当的了得啊 微型大反转 那一旦涨起来 涨得不得了 可以翻两翻 百分之一百以上还是有的啊 我觉得 那至少到这个位置是百分之四十啊 那么一旦走等距离位的话 到这儿啊 或者说到这儿吧 应该等距离是到这儿啊 因为头肩底是这么高 对吧 到这儿的话是多少 我们猜一下啊 百分之三百啊 但是不要掀那么远啊 先到这儿吧 先把这百分之四十拿一拿 看看能不能抓得到啊 漂亮吧 漂亮啊 非常漂亮 好 我们再看 亚马逊吧 那么亚马逊呢 昨天也是强势的上拉 我们说做多做多做多啊 那么接下来 有没有可能停顿 有啊 我们刚才叮嘱过啊 对于科技类的 对龙头啊 要看停顿 窄幅停顿的可能性啊 届时是建仓的好机会啊 或者是加仓的好时机 好吧 那这一波要长起来 也不得了啊 对吧 因为我们在这守候他多时了 守候他多时了 还有人错过的话 那就是太胆小了啊 太胆小了 仓位还是要合理啊 还是要合理 不要疯狂啊 这种疯狂呢 实际上是一种恶习啊 你觉得这次你能爆赚啊 你下次这种习惯呢 会让你爆亏啊 习惯比这比那个赚钱还要重要啊 稳定的赚钱更重要一些 有人说啊 必须得疯狂 那那这是你的习惯啊 反正我的习惯不是那样啊 还是合理的分配会好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open 那么open呢 也是领涨啊 那么应该布局多单吧 首先呢 他非常低价啊 其次呢 下一波也将会是相当的陡峭啊 上涨至少100% 我觉得啊 为什么 因为他要把这点破掉 他形成第三浪 是吧 所以啊 要把上一波都是200%多吧 从一块钱不到 到三块钱 200 那么现在已经涨到一块六啊 再翻到三块多 不就是正好翻一番吗 所以下一波也是非常的诱人啊 非常的诱人 当然仓位也要合理啊 也要合理 好 我们来看一下shop 我对哪个图都不是特别偏爱啊 那这个图呢 很显然第四浪只跌了 对不对 应该布局多单 抄底正当时啊 走起来啊 那么下一波的 我们看啊 下一波shop 也要翻一翻左右啊 80% 对吧 一点都不夸张啊 一点都不夸张 如果还是没信心的话 说明 说明你没有 怎么说呢 仓位还是想中啊 仓位轻一点会好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波音 波音好久也没看了哈 波音呢 我们近期对它的状态的界定呢 是横盘震荡了 所以大家 对于传统股 刚才我们说过道琼斯 对吧 大家可以适当的先少配置一些 先去抓一些正在上涨的波段 那这个呢 还在洗盘的过程中 当然也可以适当的布局哈 少量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CRM CRM这个图呢 补了一下缺口之后啊 完成了一个闭浪的一种感觉 或者说整体上就是一个 右肩啊 正在形成啊 那多头应该继续布局多端 去挖掘更多的利润啊 这个图呢 就不像其他图根本 那么好看了啊 不那么漂亮 但呢 整体上还是看涨啊 还是看涨 因为这个趋势线没有被跌破啊 而是强性的拉起啊 非常强势的拉起来了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盘前上涨啊 我们刚才看到啊 在消息面上是重要的利好啊 那对于特斯拉的根基 我们基本上重大事件 也没有怎么漏过啊 就是希望持续的去学习 他们家公司的成长历程 对这个图来说 应该看涨吧 大家都涨了 他不涨吗 涨啊 涨 我们看一下苹果啊 对于果果这个图呢 大家看 我们画了这个图啊 他也没有跌吧 应该做多吧 应该建仓吧 上下来吧 大家一定要相信啊 小左这边还是相对准确的啊 我不是只有百分之百啊 但大部分时候呢 都是基本上都是小亏损 大指引的空间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迪士尼这个底底哈 那么底底呢 目前在技术位上啊 对于大型的下跌趋势线 是一个止跌 这一止跌这种架构出现了啊 我们看 哎 拉起 再围起啊 那这样的话只能去做多哈 那么止损放在90 对吧 不举多段 说这种图可以直勾勾的下跌 他也可以直勾勾的上长 有人说你不是要等右侧吗 也可以等右侧哈 右侧应该还要再凸一下 然后再落 所以右侧还是更稳妥一点啊 但现在呢 大家都在找你说怎么办 对吧 这个B浪呢 第二大浪啊 第一浪第二浪啊 正好踩在这根长长的下跌趋势线上边啊 所以呃 理论上是应该布局多段了啊 或者是你再谨慎一点 就是下跌趋势线的右侧啊 再去布局 也是ok的啊 也是ok的 好 我们再讨论一下88啊 88也是中概股 那么上一波有叫 王勇呢 肯定是错过这一波 那么接下来的一波 我相信啊 多头要谨慎起来了啊 要什么 要开始活跃起来了啊 要活跃起来了 等待这根下跌趋势线被强势的向上突破 那么今天盘前88是上涨了一点啊 但是还不够突破啊 我们希望看到大阳线之后再紧 会好一点 明白吧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头肩大底的形成的可能性 已经在增加哈 大家看 大型的下跌趋势线突破回彩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大阳线啊 不给大阳线也要谨慎一点 不要做啊 不要着急 好 那么其他的可口可乐 我们看一眼 可口可乐好像又有新的一轮的布局多单了啊 这个算是中长线的吧 长线布局 对不对 这是可口可乐的一个图 还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漂亮的底部 下跌 哎 突破回彩之地啊 跌不动 做都吧 巴维特的图 应该还是相对稳健的啊 几百年啊 几十年了 对吧 好 好 这就是今天的情况啊 希望多头把握机会啊 不要被吓坏啊 不要被吓坏 好吗 那些啊 说这个悲观的啊 不要那么悲观啊 市场永远都是在动啊 不要特别悲观 要中性去抓一些机会就可以了 好 我们盘后再复盘本周的情况 拜拜